作詞曲 李宗盛 我們同學主要面對的升降問題 就是他們家庭支援相對比較薄弱 可能很多家庭低收入 以及父母工作時間都比較長 所以在照顧他們的時候 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關心他們 照顧他們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學生 都要靠自己去努力發奮 當然他們很多時候在升降 都會擔心 究竟家庭有沒有錢讓他們繼續升降 這很多時候都是我們這區 或者學生所面對的困難 家庭只有媽媽在工作 所以所有收入都是來自於媽媽 其實因為媽媽不是高學歷的人 所以她不會做一些很高收入的工作 基本上一萬多元扣除了生活費 租金那些 基本上都是維持到生活 沒有儲蓄之類 以前沒有參加獎學金的計劃 這些課學活動其實很多都是需要收費的 會不夠膽報那麼多的課學活動 一方面就是怕家人有負擔 社會上其實很多人都關心年輕人 希望可以幫助他們 我們知道特別在基層家庭出身的年輕人 可能經濟上的困難 家庭上的一些障礙 其實他們有時都不敢想太多 特別在升學讀大學 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挺遙遠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2014年的時候 就開始為了這班基層家庭的青年人 我們就想到一個叫做立志啟航的項目 就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我們很早就開始 我們不會等到他們高中 其實初中的時候已經開始 在中二的時候 我們已經邀請一些中學的校長 去推薦一些有心的年輕人 去加入這個項目 我們說給年輕人知道 在未來四年 中三、中四、中五、中六 其實我們都會給他們一個掌學感 只要他們繼續努力 他們參與我們一些活動 他們努力在他們的目標去發奮的時候 我們連續四年都會支持他們 而且他們立定的指向 就是如果他們能夠在未來的DSE大學的入學市 他們能夠獲得一個大學的入學資格的時候 我們會繼續在大學的四年裡面 都會繼續支持他們的學費 讓他們可以很放心 集中他們的目標去進展 社聯在聯峰集團支持下 在葵青區和觀塘區的十四間中學 開展為期八年的 立志啟航青年獎學金計劃 目前有超過二百位 來自基層家庭的中學和大學生受惠 計劃除了提供獎學金之外 也有社福機構為學生籌備社區體驗和義工活動 協助他們擴闊眼界 追尋個人夢想 同時教育他們將來有能力的時候 盡力回饋社會 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找到自己美麗的方向 我自己是想做遊戲開展 因為我以前不敢想 是因為自己又沒有錢 找不到一些電腦 找不到一些裝置去幫助我去看有什麼學 有了張學金之後我都買了電腦 就不用回到學校才研究一些編程的東西 那自己在家裡 自己就可以慢慢去看 一些編程的邏輯可以怎麼寫 我記得印象深刻有一個活動是 那些細節就是 每個人出發都是同步的氣墊 但每個人選擇的路開始就不同了 到最後達成的目標和結果都不同 意思就是可能好像很不公平 有些人去了Band 1 可能有些資源多些 有些Band 3 但其實我們還有很多選擇去選擇 我真的因為這個計劃 所以上到大學 是因為這個計劃 在我 Form 2 的時候知道我要上大學 Form 3 開始就真的努力去讀書 這個是真的 都希望這個計劃可以令到更加多 可能相對來說 資源不是那麼足夠的一些同學 就可以有更加多 就是做一步去籌備自己 就上到大學 甚至對日後將來 可以不只是停留在這個階層 心裏面會有一個底 就是我會放開自己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 我一定要看著學費 不可以太高 就是現在我要做的目標 就轉為我要讀好個書 我要入到大學 那學費的東西 就不用我操心 就不用我思考 是只要我想 我是一定有書讀的 其實全港我想到很多不同區分 都有一定數量的學生 是處於相同的情況之下 可能是低收入 可能需要經濟支援 可能需要多些人關心 真的能夠有多些團體 或者善心人士 能夠發起多些活動 可能在人數方面 數量方面 都能夠幫助多些人 這個也是我們校長們 很欣賞 納智啟航掌握金計劃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它不是單單一個資源的獎勵 有些都可能會有一些配套 給它有一個參觀 但是納智啟航提供的那些 見識和參觀 不單止開學生眼界 正如你所說 是讓學生看到 原來自己不是最差的那些 原來自己 可以將來有多些成功的時候 能夠回饋幫助社會 它也是社會的一份子 即背後的意義 讓它知道 原來成功不只是為了它可以成功 它更加賺到錢 它會富裕 而它如何成為一個 更加有承擔的年輕人 還能夠 toolkit 詞主題